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十二篇 牧牛童觅心的故事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时 牧童赶着牛羊来看尊者 昨天晚上 你用功去寻觅自心了吗 是的 我寻觅了 哦 你寻觅的结果如何呢 我发觉此心是明明朗朗的 变动不停的 不可捉摸 无任何颜色及形象 当它与眼睛合作时 就能视 当它与耳朵合作时 就能听 与鼻合作时 就能嗅 与蛇合作时 则能肠胃和说话 与脚合作时 则能走路 上动则下摇 现在的这个身体各器官 都像是新的奴仆一般 身体之器官都健康舒乐时 心就令他们去做种种的事情 而谋取利益 当身体老迈或病衰了 或是遭到了伤害 心就会像抛弃开屁股的石头一样 舍弃此身 进行离去 心像个徒小丽的滑头人 身体为他殷勤服务 事后的好好时 也留他不住 当身体给他痛苦时 他就会自己抵抗 准备离去 当晚间睡着时 他就会与身体分开 这个心 真是辛苦忙碌得很啊 我也是因为这个心 所以才吃尽一切痛苦的呀 尊者听了 向他割道 牡童小友听我个 此身实况 甚难言 借乎有时无时间 心实常为大罪人 领尝恶趣 知极苦 何不断舍 轮回根 直躯解脱 安乐成 如若有意行此道 我当为辱 作引导 是的 师父 无论如何 请您常护念于我 与慈悲设寿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佛护居士 你今年多少岁啊 今年 十六岁了 于是 尊者就穿他 归衣剑 即简额地开示 归衣三宝 指种种功德和利益 并对他说道 在今晚以前 你要继续念诵 归衣文 不可间断 今天晚上 你要静坐观察 那个求归衣者 是你的身体呢 还是你的心 明天早上来告诉我 观察的结果 第二天一大早 牧童就来了 向尊者说道 师父 昨夜我观察 求归衣者 是身呢 还是心呢 结论 是二者都不对 身体各部位 从头至脚 皆有不同的名称 因此 是许多不同的个体 我又想 求归衣者 可能是身体 各部分之总和 但是等到身心分离以后 这个身体 就名为尸体了 所以身体 不能说是求归衣者 尸体 也终会溃散消灭 那时连尸体的名字 也不存在了 于是我又观察 求归衣者 是不是心呢 如果叫做心 就不能说是求归衣者 因为 如果把心的名称 换作是求归衣者 那就又不能叫做心了 如果说过去的叫做心 而未来的叫做求归衣者 那么命名求归衣者时 过去 未来 两种心机消逝 因此 我们就必须要命名 两种不同的 现在心 和未来心 如果说过去 现在 未来一切时的心 总合起来命名为 求归衣者 那么心就是 常驻不变的实体 心就不会有死亡 如此 则过去 未来一切事 无论投身于六道中 任何一道 只叫他做求归衣者 即可 不必叫他做心了 再说 前生做了些什么 我也不记得 来生会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去年级昨日之心 已经逝去 明天的心 还没有出现 现在的心 一刹那次地变迁 毫不停留 我实在对此事 搞不太清楚 请上师慈悲 开示我吧 为答其问 尊者歌道 通达无我 十相之上士 我已三门音众 尽其警 加持我及 我之诸弟子 令皆通达 无我之十相 其一大悲 射寿令彼等 皆从我之境中 得解脱 护出牧童 听我言 支持无我 此心事 身关于彼 不见我 若能修持大手印 无剑之剑 必能得 若欲修持大手印 须知身后知法机 诚信善词 必具足 努力培之 诸善根 大手印道 知仙剑 虚信轮回 因果法 若欲出现 大印果 应求上师 传贯定 一己口诀 并引导 先使自身 呈良器 乃能荣受 深口诀 修大手印之弟子 必须广积 道资粮 苦乐皆是 断贪欲 死亦无惧 臣大勇 牧童小友 如阴之 如是准备 须具足 若能如此 具善根 你我亦有 法 因缘 苦不堪能 如是心 我亦不能 传口受 如因思维 善称良 作业寻我不可得 此为观修 人无我 若欲蓄观 法无我 效我修行 十二年 然后乃得 知心性 幼小牧童 听我言 如因如是 安如心 牧童说道 尚师啊 现在我决定 把头颅和身体 全部供养给你 请您视我如何通达自心 永断一切疑惑 尊者想道 我要先看一看 他是否堪能修行 于是对他说道 你先七情三宝 然后在自己鼻头前 观想一个佛像 你就这样去修吧 这样传授了 习定的方法 过了七天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牧童的父亲 来到尊者的面前说道 师父 我的小儿 已经有七天 没有回家了 不知是否出了什么意外 所以我到处去找他 但是所有的牧童都说 他是到您这里 学法来了 他们还以为小儿 早已回家去了呢 我就告诉他们 小儿根本没有回家 又问他们这几天 小儿曾是否与他们在一起 牧童们都说 已经七天没有看见他了 因为尊者 也不知小牧童 跑到哪儿去了 牧童的父亲 就气泪满面地回去了 于是村中 发动许多人 四处寻找小牧童 结果发现 他正直直地 坐在一个泥洞中 两眼凝然前世 目不转睛 悟然而住 大家就问他道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这里 做什么 我正在修持 上师传我的口诀呀 那么你为什么 七天没有回家呢 莫开玩笑了 我觉得做了 不过片刻功夫呀 但是当他看到 天上的太阳时 不觉也糊涂了 原来此时的太阳 却比他出席定时 还要早几个时辰呢 他摸着头 不解地说道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呀 从此以后 这位牧童 常常失去了踪迹 有十一天 有十五六天 看不见他的人影 所以大家 经常都要 四处去寻找他 于是他父亲 对他说道 你这样使大家都不安 常常要到处去寻你 大家心中 都担忧不已 你愿意 长期与尊者 住在一起吗 牧童打倒 我十分愿意 于是他的父亲 带着食粮及所需 把他送到尊者的居处 尊者随即传他居事界 向他讲解因果的道理 最后 又传授他 开显巨生智之口诀 牧童一直羞耻后 产生了颇为殊胜的决兽 米拉日巴非常高兴 为了抉择分别相似 和真实的物景 他郑重地 对牧童 唱下了下面这首歌 启蒙纳诺梅济之家旨 至尊一师 马尔巴前敬礼 一口说法之法事 将受精彩四广播 一旦临终舍驱使 口说无用 抛虚空 临终光明显现实 有无名障 成迷蒙 禁至法身 似光明 百般逃避 坐鼠窜 虽然终身 息三藏 私时禁无 私毫用 尽禁禅定 诸行者 绝受光明显现实 七心静声增上慢 勿将定光作慧光 沾沾自喜 以为是 错过此时 错过此时法身静 自母光明 未得何 昔日 昔日所修至禅定 此时亦无大利益 仍未根拔 恶去因 无自目通 听我歌 仅持身要 习定时 妄念寂灭 无分别 如是恒常 持正念 尽禅定时 尽法精神 尽一休 忽知自心 顿光明 游似灯光 灿玉玉 心似花开 积清朗 此时心境 似一眼 观前光大 晴空燃 明空赤裸 勿兴兴 明彻无念 此心境 不过禅定 绝授耳 以此定计 做基主 智诚恳请 三宝尊 其用文思 知会观 通彻明了 忧微法 再以观察 之妙会 与无我境 坐身观 配合善巧 禅定力 运大慈悲 积宏愿 发心立意 众有情 以此功德 悲愿力 则能向上 得突破 献良正举 真见道 动见无见 知正观 此时方能 心自觉 一切 稀聚 急于痴 无心自然 置佛地 无见自然 见法身 无作所欲 自然 成 无子木 同小居士 如应如事 安 如心 此后 尊者就射手他 做侍奉弟子 传授全部的灌顶口诀 命他继续修行 以后 他正得了究竟的 绝手 于政界 成为尊者 新子之一 名叫 惹巴桑杰家 佛护不移 这是尊者 第二次 到绕马去 遇见 惹巴桑杰家 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